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学佛当中 很多人说 人是在一个 飘渺虚无的空间当中生活着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命运 很多人说 他的事业 他的婚姻走到了塔顶 然后接着 就是 坠落到谷底 所以很多人 想逆天改命 但成功的几率 非常有限 他们缺少什么 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他们缺少的 信 相信 和愿力 所以当你 拥有 信愿之后 你会有毅力 所以有毅力的人 他会热爱生活 有毅力的人 永远不会 自己堕落 很多人一辈子 就是被自己的困难 和坎坷 所淹没 因为他看不到将来 所以 人生 有时候 有灾难 有烦恼的时候 就像 下雨 我们像一个没有散的孩子 我们必须 拼命的去奔跑 我们能够成功 不是 靠着成就 而是 靠着自己的信心 和 心力 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所以很多人 选择了忧郁 选择了风情万种 选择了 像林黛玉一样的生活 忧伤 其实我们想一想 路 就是自己走出来的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你脚下 所以 学会在人间 吃苦 忍耐 你就会 迎接幸福 有的人一辈子不想吃 人间的苦 这幸福就一辈子离你而去 所以 坚信 自己的目标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奋斗 你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所以 如果你能 让自己都感动地 哭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成功了 所以很多人 一辈子 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成功的 就知道嫉妒 就知道争斗 实际上人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多做一些让别人感动的事情 多说一些让别人感动的话 面对困难 挫折 只要相信自己 不断地精进努力 想好了 我哪怕从零开始 你都会战胜困难 战胜挫折 现在社会上 师父讲话 你们也不要 介意 现在的人 碰到事情 要么就慌乱 要么就抱怨 要么就一脸苦相 不敢承担 推托 什么事情 找借口 跟他好好谈谈 逻辑不清 没有脑子 不拘小节 不动脑 根本不用心的 在生活当中 你的这些 所有的苦恼 和你做出来的行为 以后都会出卖你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 迎着阳光 做人要沉稳 要乐观 思路要清晰 要懂得奉献 要有忍辱心 不怕犯罪 只要 每一天 自己精进的努力 可能有一天 你连自己都会惊讶 你怎么会到今天这一步 人生的目标不容易 学佛也是这样 想想很多法师 有时候一觉睡醒 啊 我出家了 我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人生了 人生 有很多的奇迹 而这些奇迹看似 比登天还难 但是有时候 你的正念现前 你很容易轻易而得到它的 人生 也有很多的 大灾难 看似 非常的 痛苦 其实你只要轻而易举 在意念上 战胜它 可能你很快的就战胜它 我们做人 要懂得 我们不快乐 并不是因为 我们没有快乐的条件 是因为我们 活得太复杂 不想活得太简单 我们活得太 在欲望当中 我们活得太不知量力的在执着和追求当中 所以我们会不快乐 快乐的心是靠着感恩的 所以 要想收获 一个人 人间的快乐 和幸福 要学会感恩 你要发现 周围的一切 一切如常 没有任何人欠你的 也没有任何人 这个 你欠人家的 一切 都是缘分 要经常想到 我活的就是要来解决困难的 我不能逃避 生命的意义 我就是到人间来解决困难的 解决麻烦的 解决烦恼的 你拥有这种心态 你不就是 烦恼即菩提了吗 你来到人间 你害怕痛苦 害怕烦恼 害怕一切 那你到人间来干嘛 到了人间就是还债 所以 真正能够把痛苦 迷茫 彷徨 萎缩不前 全部 能够想开 想通 只要想着 我到人间来 就是为了 来吃苦 吃点苦 才能把我的业消掉 这样 这样 你就会从小事做起 你就会长期的 积累 精进修行的努力 你一定会成功 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比较多 怎么样使自己 能够 能够长久的 在不失败当中 不烦恼当中 显得更加的平淡 来达到自己的辉煌呢 那么 台长告诉大家 就必须 从自我抓起 慢慢修到 一颗沙子 百炼成钢 一颗沙子 可以变成一个 价值连成的珍珠 因为你是 纯洁的 你是干净的 所以很多人说 我绝望了 人生结束了 其实想一想 这个世界 没有一直是冬天的 心里有着春天 你的心花才能怒放 胸中有大海 胸怀才能看阔 我们有智慧 才能解决人间 一切的烦恼 我们走出困境 靠着自己一颗 学佛信念的种子 如果我们 不怕 人间的烦恼 不怕痛苦 我们很快的 就会离开痛苦 希望大家 要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 白话佛法呢 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 继续给 欢迎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